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华林县政府的防疫升级 27号起宣布 包括了护理之家 身心障碍福利机构 老人福利机构等住宿市 长期照护服务机构 全面禁止探病探视 家属可以利用网路APP 咨询视讯探视 减少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感染机会 华林县长许正为因应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政策 考量住宿市长照机构的住民 多为失能和病慢性病老人 罹患重症或死亡的风险 研究比一般人高 必须严防群聚感染发生 因此全面禁止探病 医院部分因目前管控严格 还是依各院管制措施来进行 27号下午县长许正为 视察了门诺寿风分院 寿风护理之家 随着目前我们新冠肺炎的 这个疫情在西部不断的增温 那花莲台东目前都还是 这个临病患 但是花莲我想在这里 我们在防疫的作为上 也不能轻忽 所以在这里 截至今天为止 花莲县在居家隔离的部分有9个人 居家检疫有325人 那今天呢也就是我们从今天开始 花莲县全县的长照以及养护 还有身心障碍机构等这个安置机构等 从今天开始都禁止来探访 也请我们的家属 这个能够见谅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都希望 因为在长照机构的长者 可能他们身体的抵抗力会比较弱 对于新冠病毒的这个免疫 也会比较弱 相对于的减低 所以为了保护我们所有的长者 以及身心障碍者 所以在这里 花莲县政府宣布今天3月27号 在我们所有的安置以及养护机构 都禁止探访 请家属多多能配合 也多多能包含 我想这个全民防疫 大家一起来 珍爱你身边的人 以及将我们自己的 这个自主健康管理能够做好 我相信就是为这个国家 为这社会 尽最大一份的努力 我们相信疫情会过去 但是互相的关怀 我们都要继续 配合中央防疫政策 花莲县政府也已公告 长期照顾服务机构 全面禁止探病探视 家属可以利用网络APP 进行视讯探视 由于长照住宿型机构的住民 以及在医疗机构住院的病患 抵抗力较差 而且更容易引发群聚感染危机 配合疫情发展 以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政策 县内从即日起 各医院的一般病房 特殊病房 以及长照住宿型机构 禁止开放探病 如果民众有探视需求 请以视讯方式来办理 全民防疫 大家一起来 记者林杰 受风采访报道